大家好,我是陳樂君 近期股市大起大跌 很多股民都玩到怕 政府接下來推出的通脹掛勾債券 可能就更加得到投資者的歡心 第五批的iBomb計劃在下個星期二開售 發行額是100億 年期是3年 最大認購金額每手是1萬 今次iBomb的認購期是會由7月21號 星期二早上9點開始 直至到7月29日 星期三的下午兩點結束 市民可以透過有21間的配售銀行 證券的經紀 或者是香港中央結算有限公司 提出它的申請 而專家就認為第五批的iBomb認購反應 會和以往一樣好 iBomb一向都吸引 因為這是派堂的事情 平均來說 譬如你拿前一年的通脹水平來計算 我想前一年的通脹水平的平均是4%以上 事實上 很多投資者都會選擇抽到iBomb之後 第一天就沽出獲利 提回力界iBomb 所有掛牌都會升3%至6% 每手就可以賺到300元至600元 而因為近期本港的通脹處於低水平 黃雷響認為要持有iBomb一至兩年 才會達到目標回報 建議短線的投資者可以選擇首日沽出 如果你看回現在的兩年期 剩下兩年期的iBomb 大概是104.5%以上 所以現在這個新iBomb 大概價格都是附近 104-105%之間 如果不考慮駕駛的話 第一天可以猜出 因為近期的通脹比較低一些 如果你要拿回高一點的回報 我相信你要駕駛年半至兩年以上 而對於喜歡穩定收息的投資者 亦都可以安心持有 最近iBomb4第一次派息 就有4.95來 相信被大部分的債券 和丁存產品都吸引 今集的時間又夠了 下集再見